民进党这边就有出来开记者会嘛 然后就到万里这里 就说啊你看啊 之前就讲好啦 这个赖老家 实践选前的承诺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变成万里控宫纪念馆 因为过去在 见价过程当中呢 有遇到了一些困难 所以目前都持续进行中 所以公益信托的部分 持续进行中 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个选前的承诺 还有国情报告啊 你才讲我才想说 应该不只答应这件事 老家很重要 这个穴位很重要 就是呢要重 龙穴 要负责把这个 矿工纪念馆弄起来 就也不用拆了这样 对 我有觉得哪里怪怪的 重点是不是 对啊好像重点跟我想的不一样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郑文燦 没想到呢 他的家里面真的放了很多现金 不可思议 吓死我 之前大家还是想说 他到底为什么都家里面有被搜这样 后来的确去搜了 600多万 哇 好那现在呢 陶检这边就直接说 这个希望他可以来被 就直接起诉 然后希望可以来12年 然后判12年 这个很久很久 大家就觉得 哇今天直接开始这样 好那反正呢 郑文燦之前在7月就是被搜压禁件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是民进党连政会已经把他停权了三年嘛 那现在民进党又被问到了 那你那现在他已经被起诉 那请问这个 有没有什么下一步这样 大家很关心 那反正呢 他的意思是说呢 民进党连政会这边是说 因为目前是检察官的求刑嘛 那当然还要再经过法院的判决 但如果法院是有罪判决 那连政会就会在开会讨论 是不是要除名 那当然 这个民进党这边说法还是说 他希望这个尊重司法 然后误网误众 大概都差不多的论调 今天国民党对政天才是这样子的一个论调 因为大家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吗 误网误众 不是这已经不知道 这已经没有什么好说 因为现在已经是各党各派都有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这就是总统希望的肃瘫的形象 然后就是用力的给他办起来 那也蛮好的啦 老实说就哪里有错就办到哪里 但是证据要组嘛 我觉得桃检这一次算是有 这个资料看起来也准备了一段时间 我相信也不是最近才有的 就可能过去就有一些资料 那对于郑文燦今天被起诉 而且是重刑12年 我觉得当然就是 我相信检方跟法院这边会继续的来侦办 那当然就是误网误众 但我比较想讲就是说 我相信郑文燦其实他案子一定不止这一件嘛 不管是我或者是国昌或者是林陶 其实过去我们都谈过蛮多件 有关郑文燦在实任这个桃园市长的时候的一些争议的案件 跟土地开发的啦都市开发的啦都跟开发有相关 那我觉得比照办理来说像台北市的议员们呢 就用调查小组的方式来做调查 我也是蛮鼓励我们桃园的议员们 或许可以在你们的职权范围内 因为这都是当时在桃园市长任内做的事情 或许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调查 来帮这个检方 这个提供更多的可参考资料啦 因为议员有议员的一个权责嘛 那再回来讲就是说 除了这个郑文燦 他这家这个随意就收出678万 也是蛮惊人的啦 他好像藏在那个什么床头柜还是什么 对啊或者是有时候 那个有人也会在路上掉现金 感觉应该要有地窖耶 对啊这个档子 这个档子蛮特别的啦 就是有人会在高铁上掉300万 然后这个会收出678万 现在在赖总统的领导之下 这些事情都不可以再发生了 对不会再发生 大家注意一下这样子 那是不是很多人人自为啊 我觉得这个是树立一个典范嘛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他 我确实在地方也会听到一些声音 大家会感受到 因为你如果见多之后 大家可能就忘记后面的名字 但是前面前面几个 因为他就真的也是 应该是说有代表性 对对对 知名度也比较高 郑文燦就绝对有一定他的代表性 他在伴侣的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 那台南帮的也很有代表性 但是总统啊 我们这个台南帮嘛 不只陈宗燕啊 李梦燕啊 林一锦啊 这都还没够光电耶 还有那个八八枪级啊 对啊 那天才在讨论说 立阳不是有一个 因为立阳案有一个公务人员被起诉 到现在放四个月好像也没什么进展 所以光电案才是台南的重中之重 我昨天有再次展示 我当时在讲光电案的那个盘根错节的那个图啦 你随便拉一条线出来查就好 我本来想这样讲 后来想说拉一条线可能旁边会伸出很多线 一刀这样 对 一刀 那个葡萄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总统想要展现树摊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如果想要复习呢 可以回去找我之前做的图表 那查新闻其实应该找得到 也都有都有 查新闻就可以找到 会有相关的这个图表会跑出来啦 那我想这个还是大家蛮关心的 因为身为台湾台南女儿 我还是要说大家希望台南是干干净净的 我也发现最近这个 从这个郑文燦讲到 树摊形象之后 讲到这个赖清德的这个能源政策 也在改变当中 有有 他好像不要再走过去 蔡英文的这个光电路线 他要转 他昨天经济部长讲了 我们这个地热你知道吗 我们宜兰突然 就比如讯息冒出来说 以前地热我们全台湾 唯一做地热在宜兰 我们现在都只能做教育馆你知道吗 因为发电的那个还很少 他突然请经济部长讲一个 好像要挖出很多电的感觉 不一样 我会觉得在立法院的时候都一直很强调地热 对 因为这个 因为过去不是太被重视的再生能源 那个时候对 被讨论比较没有 对 很少 就是非常少 然后其实有蛮多 国内也蛮多专家在做地热的开发 那我觉得这部分如果在整个能源配比上面 我觉得还是要很务实地面对 因为民事长有时候在讲政策 东打一个西打一个 先看打一个出来 这个会不会变成大家会关注的 如果不行再打另外一个出来这样子 但是能源政策是很现实的 对 是非常现实 因为现在的确大家也更关心说 我觉得的确赖总统好像他对于核电的整个方针 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 对 这个事情很明显啊 你看我们可以 这个多知性的一个节目 可以从郑文山起诉 我们怎么突然聊到整面去 对 因为我们很关心啊 要从光电找过去 对 因为我们希望他多赶快办光电之余 还是要对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政策 要有一些务实的做法啦 因为核电的部分以前 他现在就很多省主牌 他都慢慢的这个 有点在开始转弯的感觉 对 就是移动啦 移动 移动 就是慢慢位移啦 位移 但其实我觉得转弯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词 对啊 对 因为其实应该说转弯 但你只要跟民众讲清楚 你原因跟理由就好了 对 因为我们要务实面对吧 你不是希望AI来吗 对 电就很重要 电就很重要 是稳定的电 对 所以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啦 没错 没错 我们就不要那么多意识形态 我觉得能源政策 假设真的赖政府愿意 微转弯 或是微调整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其实因为很多企业组 真的都很担心你知道吗 对 所以如果 所以他们现在又放出了什么 北台湾可能会确定吓死大家 对啊 吓坏大家 想说确定还得了 没啊 那试试温度啦 直接告诉我们说怎样比较好 路径路径 真的 对 我来讲到正天才了 因为今天这个被搜索 也是把大家给吓坏 重点是韩国医院长还证实 直接他说的确是 但因为这个详细的内容 当然也不能 也不太了解 现在还不知道实际状况 也不知道实际状况 当然现在有一些传言 就说他被带走这个电脑 然后还有三乡政务啦 那蓝英自己好像在传说 有可能是跟他的一个助理 是有关联 好像说他的助理有一些争议 那不太确定说 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 这不太清楚 但我们来讲 马上讲到 时间到最后 我们还是有带到 赖总统的白日 白日来一下 白日来 然后呢 今天民进党 这边就有出来开记者会嘛 然后就到万里这里 他说啊你看啊 之前就讲好啦 这个赖老家 实现选前的承诺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变成 万里框公纪念馆 好 那重点来咯 这是不是会有那种音效 然后拍手 杂花 给他一个音效 是不是 好 那重点来 因为大家原本在 注意这个公益信托的部分 可是因为今天就是 民进党的发言人 就是伟三嘛 戴伟三 他有想到说信托的部分呢 都是伟由律师事务所 全权处理 但因为过去在 建架过程当中呢 有遇到了一些困难 所以目前都持续进行中 好 所以公益信托的部分 持续进行中 但是 但是呢 但他说为了履行 选前的承诺 所以呢 赖总统跟家人 就伟由万里的 在地社团 来管理 然后把老家 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 来公益使用 所以呢 预计大概10月就可以来开放了 好 我来问一下文慧姐 因为的确这个选前的承诺来兑现 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公益信托我们当然持续看下去嘛 这个重点 然后持续看下去 但底下他现在就开始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公益使用的这个场所 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个选前的承诺还有国情报告啊 你才讲 我才想说 应该不只答应这件事 国情报告大家都一直都记得 但因为他现在是意思是说啊 在视线过程当中 大家不要太焦急嘛 别焦急好不好 老家很重要 这个穴位很重要 就是呢 要重 龙穴 要负责把这个矿工纪念馆弄起来 那至于信托慢慢来 总会有一天 因为估价估很久 奇怪 我不以为我们的台湾见价是 见价是应该蛮多的 对对 以我们这个台湾这个执政党 对啦 要谨慎 真的 除了谨慎之后 其实我在想说我们见价是应该蛮多的 不然办个活动公开见价 对对 这个一下就见价出来了 吓会大家不要掉工作 会怕会怕 这样会怕会怕 那还是这样好了 我就说这个期待开幕啦 大家也是会变成完美景点 但不要忘记它本来要信托 不知道信托多久 对啦 其实重点应该是公益信托啦 但因为它没关系 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他们的一个做法啦 其中的一个做法 就也不用拆了这样 对 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 重点真的是 对啊 好像重点跟我想的不一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